花莲市国富里里长中外来这次区里头执行资源回收工作 而在过年前序他也把资源回收的收入转赠给里内弱势家庭小朋友 22号中午在国富里社区活动中心制证了红包还有平安米 也祝福大家许年快乐 里长赞不赞?赞! 国富里长中外来和国富社区发展协会的里长 装正义进行整年度的资源回收的分类 而这些资源回收都可以变卖 整年度的金额并不是很多 不过到了年终之际 里长会把所有的资源回收的费用 拿来捐赠给里内的弱势族群的小朋友们 给他们红包好过年 同时也资产平安米来祝福大家 我们国富社区每年都有花这个奖家的慰问金 就是我们社区的里面 把那个回收物品都送到国富里的回收站 那每年已经花了快将近20年 那我们要给他们过一个好年 还有一些物资 就给我们的里面这些低收的 拿回去过好一个新年这样 希望他们能够说 知道说社区这些社区的这些长官 他们都会关心他们 李干事还有熊干事他们都是社区的力量 还有一些环保志工 都每天都在这个回收站 把这个回收物品 也感谢我们国富社区的里面 把那些回收物都送到这个回收站来 他有这些金钱可以发送给他们 非常感谢这些环保志工 来谢谢他们 里长张万年表示 他是长期关怀里面的需要帮助的里面 不管是协助申请马上关怀 寻求社会资源协助他们渡过难关 他可以收拾一步融词 马上进行处理 做好土地工 若敏福的角色 也希望透过小小的关怀 也预祝大家 胡年新大印 新春大吉 胡鲁赏 胡鲁赏 记得请欢迎收到